距離封關剩下的四個交易日 到底該怎麼佈局 其實你只需要掌握一個重點 那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用2024不敗原則 在今天你就能夠賺到 6萬5千塊的大紅包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投資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士忠真 今天是1月30號星期二 台股市下跌了85點 距離封關也只剩下四個交易日 那當然說現在最多冷的問題就是說 什麼股票 應該要報股過年 或是說需不需要先出一趟 等一下我再來告訴大家 那今天的盤勢雖然說下跌了85點 但是你去看 個股強不強 個股真的是強到爆 尤其是我們昨天才剛講的 3017的旗紅 是不是 我們在上禮拜公開出清了 川湖 萊捷 包含像是文業 還有像是勵志 特別強調留下 3017的旗紅 昨天不是才剛講 預計還會有5到10%的上漲空間 今天真的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掌握度啊 等一下再來告訴大家 那還有包含像是 2059的川湖 川湖如果說你照著不敗原則去操作 今天你就能夠賺到 6萬5千塊的大紅包 不多不少就是6萬5千塊 以上 好等一下也一併告訴大家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你去看台股 台股真的是非常強 今天再創高 18138點 那你去看 這就是我一直強調 全市場 只有我 你絕對找不到第二個 在第一天下跌的第一天就公開強調 這叫做ECFA的超級買點 是不是 我不是說 不是說台股跌下來 我就隨便去跟你喊多 拼命喊多 死多這樣喊 不是 我是告訴大家 整個盤面的邏輯是怎麼樣 不是跟你去無腦就喊多 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子的分析出來 你去看 大家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這兩根你一定買得到 來看 1月17號 1月17號是什麼時候 1月17號 就是這一天 大跌的第二天 大跌的第二天就是1月17號 當時怎麼講 這是我的Light 免費的 只要你有加入 你都看得到 小老鼠 Wi178 Wi178 大家自己加入 來你看 1月17號 當時我怎麼講 台塑四寶 平常不動如山 怎麼可能沒事大跌兩天 一定是跟這件事有關係 什麼是 ECFA 這就是ECFA 好 那既然是跟ECFA有關 電子股 超級買點 是不是 真的就是一模一樣 電子股就是超級買點 我這樣說好了 你只要在這一天 只要你是買電子股 基本上一直到今天獲利都不會到太差 1000多點了 反彈了1000多點了 創高了 是不是 ECFA的超級買點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只要了解產業 其實整個盤面你都會很清晰 而且我是很有邏輯的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結論 不是跟你卻無腦很多 下跌就是買 大跌就是買 不是 是有一個很完整的邏輯在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我們的大方向定調出來之後 大方向就是2024 叫做成長年 2024叫做有機之潭 2024叫做主升段 我們的大方向定調出來之後 中間一定會有震盪 這些很正常 那中間的震盪 我們只需要去判斷說 他會不會扭轉趨勢 如果不會 這就叫做買點 是不是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只要懂產業 在當天台股下跌兩天 拜託那個一眼就知道 整個盤面上 你一看就知道 到底是在跌什麼東西 沒錯 整個盤面結構就是塑化在跌 紡織在跌 工具機在跌 汽車工業在跌 全部都是跟EKFA有關係 全部都是EKFA的收匯產業 那既然是這樣 電子股叫做被拖類 被拖類是不是超級買點 這就是產業 所以我才敢告訴大家 全市場最專業最深入的產業分析 就在這裡 產業的價值就在這裡 我們不會被技術面 不會被籌碼面 牽著鼻子走 是不是 你去看當天 當天你如果去看籌碼面 外資大賣 外資大賣死上第三高 去看技術面更不用講了 跌破月線跌破季線 這樣跌下來 為什麼會反轉 是不是 真的是領先權市場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掌握產業 深入掌握產業 你就會比別人提前進場 我們就能夠走的比別人更前面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或直接點擊影片下方的連結 也可以加入 就像我講的 在我們裡面很多讀到的見解 你只有在這裡看得到 找不到第二個 你去看我們的股票就好 誰會告訴你說 某某股票跌破什麼價位 可以進場去買 不會吧 不是都是說 技術面轉強 這裡可以買 投信連續買多少 外資連續買多少 可以去買 但就像我講的 站上月線站上季線 KD指標轉強 站上布林通道 法人連續性的在買超 這你自己就看得到了 你要分析是幹嘛 是不是 那我能夠帶給你的價值 就是你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去看 那我們在過年期間 會有特別節目 那這個特別節目 我會告訴大家 台股上兩萬點的合理性 那還有 現在來看 當然說離兩萬點很近 但是說他的合理性怎麼樣 我會告訴大家 還有說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事情會成為歷史古王 我在裡面也會講 大家記得先訂閱 記得先加入 好我們直接來看 來你去看 就像我講的 大方向定調出來了 我們只需要掌握2024的不敗原則 只需要掌握這個原則 我們就能夠輕鬆賺 所以我跟大家說 距離封關只剩下四天 只剩下四天 很多人說要不要報股 什麼股票要先賣 年前什麼股票 年後什麼股票 我跟你講 不要想這麼複雜 2024賺錢 不要想得太複雜 不要去分什麼 年前股票 年後股票 沒有這麼多東西 我們就增多一個重點 數字強 本益比位階構低 符合2024不敗原則 現在就要買 你說 好我現在去買 他在年前會不會有表現 不一定 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東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不一定 但是我能夠說的是說 這些股票你現在去買 就算就算年前沒有表現 他也不過是在低延到年後 不是年前漲 就是年後漲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我在今天早上 我就告訴大家 不要去想什麼 過年前的強勢股 年後的強勢股 好股票現在就要買 所以你去看 大方向有了 2024的不敗原則 透過這個原則 每一檔我們都賺得到 我再強調一次 所有股票 都適用不敗原則 唯一 沒賺錢的公司 他沒辦法 他不適用 所有已經賺錢的公司 都適用於2024的不敗原則 來你去看 奇紅 來去看奇紅夠不夠誇張 300塊以下很便宜 是不是 當天公開講的 1月8號公開告訴大家 300塊很便宜 來你去看當天 當天的奇紅長什麼樣子 長黑跌破的月線 跌破的季線 投信在大賣 外資也在大賣 這樣子的型態 你問100個 100個都告訴你 這叫做 放空點 是吧 用技術分析來看 跌破月線跟季線 第一天 第一天跌破月線跟季線 這當然是要放空啊 從籌碼面來看 投信在大賣 外資也在大賣 而且投信連續賣了4天 當然是要放空啊 是不是 但是為什麼我會告訴大家 我跟你講全市場不會有人 在當天告訴你說 這裡可以買 那為什麼在當天 我敢公開告訴大家 這裡是買點 如果隔天有在開梯到300元以下 拜託閉著眼睛去買 當時我就這樣講 很簡單嘛 齊鴻在2024 預估要賺17到18 預估賺17到18 300塊上下 本益比只有15到16 只有15到16 要做什麼動作 買點 就是買點 所以 透過不拜原則 你不會被技術面片 你不會被籌碼面片 當天 你就可以很有邏輯 很有規劃的 把它買下去 所以當天我也是帶我的會員 就買了300塊 大概是尾盤啦 300 01左右 有沒有 一直到上禮拜 上禮拜我怎麼講 川虎獲利出場 文業獲利出場 勵志獲利出場 萊姐獲利出場 唯一留下一檔 3017的齊鴻 是不是 昨天我還公開告訴大家 齊鴻預計 還有5到10%的空間 5到10%的空間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昨天的影片 都還在Youtube 5到10%的空間 你就去看我昨天針對齊鴻的分析 真的就是說5到10% 夠不夠漂亮 夠不夠完美 429.5 真的10% 今天漲停板 今天漲停板 真的10% 我們獲利出清 利用漲停鎖死的當天 獲利出清 大賺的40% 足足40%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掌握產業價數字 我們就能夠走得比別人更前面 三立一切齊鴻 你透過2024的不敗原則 在300元上下 你一定敢進場去買 那進場去買 一直到今天獲利出清大賺40% 足足40% 而且我是公開操作 公開告訴大家說 我當天就買在這個位置 公開告訴大家 我為什麼要去續報 是吧 我連續報我都公開告訴大家 我就是續報 其實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像我昨天講的 理論上 假設你是比較保守的投資人 390上下 差不多可以賣了 為什麼 21倍 理論上這個位置 如果說你是很保守 不想冒任何一點風險的 這裡就可以賣了 我們昨天就這樣講 這裡就可以賣出 賺30%也是不錯 但是如果說你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就像我 我會選擇續報 技術面 大家不是最會看的 技術面 技術面 日線圖很強勢 那你再切到周線圖來看 周線圖也非常漂亮 等於是說他因為有 技術面是強過於他的評價 所以整個價量結構來看 我會選擇續報 最差最差 就是拉回來可能到370 我再賣掉就好 但是我能夠得到的是 有機會再往上漲5到10% 是不是 這就叫做掌握度 你說誇不誇張 上禮拜公開出現一堆持股 唯一留一檔起紅 今天噴漲停 昨天還強調 還有5到10%的空間 今天真的就是來10% 獲利出清 大賺是10% 所以其實做股票真的就是這樣 我一直在強調 技術面 跟籌碼面 這個東西叫輔助 有當然是最好 但是沒有也無所謂 因為股票市場 它的本質 本來就是產業跟獲利 足足40% 公開操作 而且我敢告訴大家 奇紅在這一波有賺到40%的 你找不到第二個 你絕對找不到第二個 因為不會有人在當天去買進 不會有人在這一天去買進 是不是 你跟我說誰在這一天買 不可能吧 不會有人在這裡去買進 技術面 誰會在這一天去買進 不會吧 要技術沒技術 要籌碼沒籌碼 夠不夠漂亮 這裡對照一下 40%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奇紅 有賺到40% 那種很早之前買的不算 就說這一波 這一波奇紅有賺到40%的 真的只有我們而已 你絕對找不到第二個 這就是產業 這就是數字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當行情來掌握產業加數字 我們賺的就是比別人多 當行情比較震盪 掌握產業加數字 我們的獲利就是比別人更穩定 是吧 所以下一檔把握機會 這幾天我就會開始布局 所以我在上禮拜是不是有講 我又找到了一檔全新的股票 我在上禮拜有講 我獲利出清了川湖 獲利出清了文業 獲利出清了勵志 獲利出清了萊捷 不是我不看好 而是我又找到一檔 本益比只有11倍的股票 只有11倍的股票 這個禮拜漲5%了 剛開始而已 漲5%了 這一檔我先不透露太多 總之就是說這一檔股票 我們上週預告的 本益比只有10倍出頭的股票 在這禮拜已經漲了半根漲停半 就這禮拜 這剛開始而已 剛剛開始而已 你說它的主升段 會不會在年前噴出 還是會在年後噴出 我不知道 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就像我講的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說 這檔股票它什麼時候要漲 我不會說它明 我不會去跟你說 我現在買明天就一定會漲 而是說我知道你買在這裡 不會吃虧 它可能年後漲 也可能年後 它可能年前漲 也可能年後才漲 那我可以確定的是 現在去買 絕對不吃虧 所以 錯過奇紅 錯過文業 錯過川湖 錯過了來解立志 這一檔千萬不要再錯過 本益比10倍出頭的股票 真的不好找 你去看我們這麼多股票 也才一檔 也才一檔文業 我們是剛好買到 本益比11倍左右的價位 所以因為說盤是一直墊高一直墊高 你要找到說本益比只有10倍11倍股票 一定是越來越不好找 那終於找到這一檔 有錢大家一起賺 所以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是就我們右下角的light小老鼠 V178 繼續來看 文頁 來你去看 3036文頁也是 有沒有 依照不拜原則 11倍 這個位置就是買點 好 那一直到上禮拜 就像我講的 所謂的買點 就是說 它在15倍以下 你可以用任何技術指標去找買點 不論說你喜歡用低階的 還是喜歡去追突破 都可以 反正15倍以下 你喜歡用KD就去用 喜歡用布林通道 喜歡用RSI 喜歡用均線都可以 只要是15倍以下 你可以用任何方法 去找買點 但是如果說真的來到10倍跟11倍 就不要去管什麼技術面什麼東西 買下去就對了 例如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下引線就是 有沒有 往上漲 那一直在到上禮拜 公開獲利嘛 公開獲利出新了 所有持股 大賺了40% 足足大賺40% 好今天繼續在創歷史新高 那很多人會說 欸老師 上禮拜是不是賣太早了 今天又創高 少賺了8%左右 但是就像我講的 不是賣太早 而是說 就像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因為我們已經賺了40% 獲利到了40% 所以我選擇先把它抽回至今 但是 如果你是依照 不拜原則去做 文業你今天一樣賺得到 文業你今天還是賺得到 因為在150多塊 文業在2024預估要賺9到10 150多塊本益比頂多頂多也就16倍 以16倍來講怎麼做 便宜 低於20倍叫做便宜 既然是便宜就代表說他還有空間 還有空間就叫做序報 是不是 創歷史新高 繼續再往上漲 所以這就像我講的 我們掌握2024的不拜原則 操作就是這麼具體 什麼價位可以買 什麼價位可以報 什麼價位他還有空間 全部你都會知道 所以文業其實在上禮拜 這是包含主觀的 主觀的操作 因為說我們覺得賺40%差不多夠了 40%夠了不想去冒太多風險 先獲利一趟 這就是主觀的操作 那如果說以客觀的邏輯來講 2020不拜原則 他應該是要續報 續報今天繼續再賺 這不是很好嗎 是不是 操作這麼有邏輯 這才是做股票 所以你看 有沒有 是不是最好的證明 你說你沒有任何的主觀意見 今天這一根你就賺得到 那因為說我們已經賺40%了 夠了啦 40%在年前獲利出清一趟差不多了 賺了40%獲利出清 剩下就留給大家賺 所以你看喔 我們獲利出清48 資金轉去哪裡 資金就轉去 我上禮拜告訴大家在忙 本益比只有11倍的股票 本益比只有11倍的股票 賣完文業 賣完川湖 賣完荔枝 賣完萊捷 賣完萊捷 資金全部轉到這一檔 本益比只有11倍的股票上 這禮拜漲5% 這禮拜漲5% 剛開始而已喔 剛開始而已 因為你去想 本益比只有11倍 就算漲5% 本益比連12倍都還不到 所以這一檔股票 都還有布局機會 打電話進來 或是去我們右下角的 都可以 你說它會不會在明天後天就直接噴出 有可能這無法控制 但是我能夠確定的是 現在就是最好的買點 要買就趁現在 川湖 來去看川湖 川湖也是啊 有沒有一路預告一路預告 從700900通通都是買點 700900全部都是買點 1月18號我還特別強調 1000元以下很便宜 要買就趕快 隨時要上千 要買就趕快 有沒有當天 獲利出清所有的持股 大賺70% 公開操作 700買一次 900買一次 足足賺了70% 第一筆賺55% 第二筆賺18% 最後一次進場在這裡 中間都有陸續加碼 55加18 足足70% 獲利出清 好 獲利出清完 但我怎麼告訴大家 短期之內 我有更好的標的 所以我不會去買川湖 但是 如果你自己要做 在1000塊以下 它就是很好的買點 是不是 1000元以下 它是非常漂亮的買點 只要你在這幾天 拉回來在1000塊以下去買 今天最高1065塊錢 是不是六萬五千塊的大紅包 沒錯吧 照著不敗原則去做 2059川湖 六萬五千元的大紅包 這就送你了 真的就送你了 六萬五千塊 你今天尾盤隨便賣 就是六萬五千塊 放到明天的後天 搞不好這包紅包越來越大包 是吧 所以你看川湖也一樣啊 符合我們的不敗原則 你去看 就像我講的 以川湖來講 因為川湖它有寡占 寡占 獨占這兩個字 本益比可以高個大概是五倍 那既然說本益比高五倍 川湖在1000塊以下 本益比不到20倍 不到20倍 對於一般股票來講 就叫做15倍以下 所以15倍以下 是不是買點 所以在1000塊以下 全部都是買點 在1000塊以下 用不敗原則去做 通通都會是買點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我們知道1000塊以下 它都叫做買點 好那你說1000塊以下 要怎麼買 很簡單嘛 隨便你要用什麼指標都可以 KD也好 均線也好 RSI也好 什麼都可以 反正1000以下就是找買點 那如果說 真的來到了10到11倍 700塊這裡 就不要去管它什麼技術面了 買下去就對了 有沒有 買完之後一路往上漲 到今天 65000塊 送給大家 所以其實 真的就是這樣 在整個第一季的操作 依照2024的不敗原則 只要是有任何一檔 正在有賺錢的公司 你全部都賺得到 真的不誇張 你全部都賺得到 所以真的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它難在哪裡 難在哪裡 它最難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要知道 大部分股票在2024跟2025 它的預估獲利是多少 那這就是我的價值嘛 是不是 這些我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最難的部分 交給我 這些我就是 全部都幫大家準備好 所以把握機會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 Light 小老鼠 WE178 V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其實說 在這幾天 很多人都會問 什麼股票是年前可以操作 什麼股票可以去報過年 不要去想這麼複雜 反正就是 符合2024不敗原則的股票 照著做就好了 超過20倍 你如果不想冒這個風險 就先賣掉 但是如果說技術面真的很強 就續爆 齊鴻 今天是不是在一根漲停板 所以 不要去分什麼 年前的強勢股 年後的強勢股 好股票現在就要買 反正不是年前漲 就是年後漲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佈局 這一檔也是一樣 以2024的數字來估 本益比不到11倍 只有大概10到11倍而已 這種股票現在很少了 我們這麼多檔 川湖 文業 齊鴻 勵志 萊捷 甚至偉創 甚至包含台積電 沒有一檔 本益比是在10到11倍而已 只有我們當時剛好買到了文業 跌到110剛好買到 就一檔而已 現在又找到另外一檔 要不要把握 打電話進來 所以 你去看 這就是產業啊 ECFA的超級買點 從1月17號到今天 漲1000多點 夠不夠超級 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超級買點吧 是吧 所以包含像是見準也是 我們這樣繼續來看 見準也是啊 有沒有符合不敗原則 所以我跟你講 只要這一間公司 他有在賺錢 正在賺錢 全部都適用不敗原則 見準在2024預估賺7到8 7到8不到120塊 本益比都在15倍以下 本益比在15倍以下 要做什麼事 找買點 就是找買點 所以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120元以下都是買點 那要怎麼買 隨便大家喜好 拉回買 突破買 震盪買 都可以 全部都是賺錢的啊 全部都是賺錢的啊 那因為說我們要追求利潤極大化 所以我們一定是 日限拉回買 周限轉強 日限拉回來買 27% 一直到今天 30% 繼續創高 有沒有 122.5 足足30% 所以見準 你用不敗原則去做 你可以賺到30% 包含今天的台藥也是 台藥 我們在前一周進場去佈局 買完之後隔一天跳空漲停上去 140.5 本益比13倍 13倍做什麼動作 找買點 創高之後小幅度的拉回 拉回來到這裡 本益比一樣啊 13到14倍 一樣都是在15倍以下 既然是這樣 拉回來 找買點 今天再漲上去 有沒有 138塊 所以這些邏輯其實大方向都不變 都是依照 2024的不敗原則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你去看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 這才是分析師的價值 你說 照著技術面去操作 跌破月線跌破季線 就叫做轉空 投信在大賣 外資在大賣 就叫做籌碼 鬆動轉空 那你需要分析師幹嘛 是不是 你自己就可以看啊 你自己也可以看到說 哪一支股票 站上月線 站上季線 KD指標低檔轉強 高檔出現死亡交叉 你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說現在券商軟體很方便 他會幫你篩選 什麼股票KD轉強了 什麼股票 連投信連續幾天大買 你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你要分析師幹嘛 是不是 那分析師的價值就是要提供給你 你不知道的資訊 這就是我的價值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不敗原則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他懶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要知道 多數股票在2024到2025 預估數字是多少 這就是我最擅長的 這就是我的價值所在 所以這些我全部都幫大家準備好了 打電話進來 我們現在全新布局的股票 千萬不要再錯過 或直接失去我們的Light也可以 小老鼠W178 W178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想跟上下一檔標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 W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